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默认已经把这个稳定系统已经换成了XFS 是它的标配 看到吗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放弃这个EXC家族呢 这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首先 EXC系列 在整个Linux的这个商业当中 功不可没 绝对是重量级的工程 是一直伴随着Linux的不断前进 对元老期的人物 但是呢 它的优点就是 历史比较远 在 在500年前大家都在使用它 而且呢 使用的人比较多 对它的支持 各种软件对它的支持 无论是支持优化 都是比较成熟的 大家都习惯使用它 很多业务都是基于 这个EXC4 T3来跑的 但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就是 它创建 稳定系统的时候非常慢 同样也修复慢 还有一个 对容量的支持有限 还记得吗 还记得那个T4 在7上面的支持是多少 50T是吧 在6上只有区区的 16个T 而XFS在7上能达到 多少T 是100还是500 7啊 OK 好 所以XFS 它当然也是一种 日制型文件系统 也是支持索引的 也是一样索引和日制型文件系统 换句话说 4 EXC4有的功能 它全有 看到吗 前面EX有的它全有 然后呢 没有的话呢 它也有 比方说 高容量 高容量 支持大存储 这个特别适合我们当前的一些业务需求 动不动就是上 上达到P 这个级别是吧 或者更 或者接近于这个级别 然后呢 高性能速度快 创建修复文件系统快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快呢 是因为它的iLoad 和Blog 是在系统需要的时候 在分配 在产生 而不是提前准备 所以它的创建速度非常快 那么XFS呢 这个文件系统 我们不再做特别深入的研究 为什么 T4有的它也有 所以它也有 是吧 不同的是 它 这个文件系统呢 有三个区 一个叫数据区 它这个数据区啊 就给我们在之前了解到的T系列 ELT系列家族一样 包含 iLoad Block SuperBlock 它是集中放到这儿的 没有吗 它也有日制区 Log section 它还有一个实时运行区 RealTime section 三个区 就是给我们前面的T4 其实是什么 几乎是一致的 就是 在这个 所以 还有什么 日制层面上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再特别去研究它 然后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怎么去看和怎么去什么 修复 我们怎么看 XFS的信息呢 不可能使用那个叫 Dump E2FS的吧 而使用的是 XFS Info 后面加上什么 它俩不能通用 T4的 是不是只能看 是不是看T4的 你看我们这边 是不是有好多 都是 看 是不是都是XFS的 然后我们用这个叫 叫什么 Dump E2FS 然后后面加上DVSDAE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是不行的 对不对 XFS 怎么死掉了 XFS-info DVSDAE 是不是更清楚一点 好 这是它的 比如说Block Size大小 是吧 数据区这块Block Size大小 数据区 日识区 还有什么 ReiTime区 每个区的一个 总的一个分配情况 它格式化速度非常快 因为它不需要事前分配 明白吗 它在需要的时候在分配 那这个如果它遇到错误怎么修复呢 同样也可能遇到不一致的问题吧 用到的是一个叫XFS Repair 好下面呢我们同样来做个演示 MKFS MKFS.XFS将DVVDAE格式化 各位 这里它说不能格式化 为什么 倒不是因为挂载了 挂到是没挂 是因为它说 这个设备已经 包含了一个存在的武器系统 T4 你可以False Overwrite 我就喜欢这个 很快吧 你看无论多少剂很快 然后怎么修复呢 我们先尝试把它挂一下好吧 看看能不能修复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VDA什么 E将它挂到DataE上面 XFS Repair DV下的什么 VDAE 好各位已经看到很清楚的效果 不能这么干 是吧 是吧 是不能这么干 需要怎么做 对于这种修复的这种行为 肯定是不允许你在线的 对吧 它说它已经包含了一个挂载的文件系统 而且这个文件系统是可写的 是吧 on mount DV下的VDAE 再来 repair一下 看到吗 这个修复是不是就可以了 明白吗 所以一定要先怎么做 好 先把它卸载掉 那同样 Ga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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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卸吗 那Gavin 如果不能卸怎么办 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像这样直接去修复吧 好 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 或者你可以自己找一下 同样 如果是T4的那个Gavin Gavin 也坏了呢 是不是也修复不了 因为你卸不掉就修不了 所以所有修复都应该怎么做 先on mount 卸载才能修复 所以我们 我建议大家去研究一个东西 不来 叫Lev CD 这种东西 当然也可以 你把你也可以怎么做 也可以很简单的把你的系统装到U盘上 用U盘启动 是不是也可以啊 他或者直接使用LevCD 就在线CD 这个就不用装 相当于一个已经 已经这个什么 装好的系统 你用它就可以启动了 这可以 不一定要用这个 这只是我们众多的手段当中的什么 一种 你可以用U盘来启动 然后并且来修复 总之必须保证那个 就是不能用它的分区 当然如果根源分区有问题的话呢 其实你重启的话呢 它也会直接报错 报错的话 是不是就进入到那个叫什么模式 修复模式里面去了 在那也可以修复 7这点做的也真的很好的 对不对 所以LevCD用不用都有 都两说 是不是 不一定用 你敢重启 它就敢什么 在开机的时候 报错 然后带你进入到那个 救援模式 恢复模式 然后在里面再去 在没有挂载之前 再去做FICK 或者是XFS Repair 明白吗 各位 不能搞错 这两个命令不能混用 知道吗 如果说对T4来讲的话 一定是用什么 用的是FICK.EAT4 或者是E2FICK 对XFS一定用的是什么 XFS Repair 同样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 一个是用Dump E2FS 一个是用什么 用的是XFS Info 就Information 对不对 这种方式来看 那你懂吗 各位 再次来瞧一下我们这个 恶心的范子吧 它是一个典型的 不支持所以的吧 找文件是巨慢啊 你只有找到一个 读到一个文件的block的块 一个块读完 到屁股后面的时候 才知道下一个块在哪个地方 相对于每一步都是 都是未知的是吧 这个速度就慢多了 换句话说 再问大家一下 Linux的这个EXT系列 或者XFS系列 这种所以行文件系统 需要碎片整理吗 没那个意思 尽管官方也有这个碎片整理的 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认为 那个意义 没那么大 好吧 完全没那么大 听明白了吗 好 这就是我们 给大家介绍了这三种 EXT家族 这个介绍的时候 一个是它的原理 是吧 特别是EXT原理 因为它和XFS是很相似的 然后 第二XFS的文件系统 这三种 这三种 它们的一个 怎么看 还有怎么去什么 修复 的一些案例 能没有 好 这个大家自己的 一定要掌握 能听懂吗 最后我问你们 再问你们一句话 文件名 一个文件的文件名 是保存在哪的 是保存在它的 iLoad里面的吗 是保存在它的Blog里面的吗 不是 是保存在它上一集目录的 Blog当中的 上一集目录的Blog当中 保存了这个目录的什么 文件名和 iLoad的信息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删除一个文件 其实操作的是 目录的内容 目录的内容 就指的是Blog 对不对 还有一个 怎么去看文件的 那个叫什么 iLoad -i 能看到任何一个文件的 iLoad 来 问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 两个文件的iLoad是相同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那我再说一遍 有没有两个文件的iLoad 相同呢 有 如果有的话说明什么问题 有的话 我告诉你 有两种可能性 一 它是你失散多年的兄弟 双胞胎 兄弟 OK 赶快认 我第一次认 好吧 也就是说其实是同一个文件 后面我们讲链接 是同一个文件 第二种是什么 不是同一个文件 就是 复制过 复制过 复制过那是个新文件好吗 对不对 复制过肯定是个新文件吧 我老子想想看 我们说的iLoad 和Block 你回过头来想想看 这个分区有1号iLoad 那个分区是不是也有一号iLoad 这个房间有40 这个大厦有403 那个大厦也有403 你能说这两个403是同一个人吗 不是 好吧 因为他们不在同一分区 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当中 明白吗 所以所以两个文件是同一个iLoad 会是什么情况 大部分人都会说 它俩是链接 一链接 不一定啊 也可能是什么 也可能是什么 也可能是不同分区 正好敢巧了什么 他来是同一同一同日升了吧 对不对 同一个iLoad 有这种可能性 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们所谓的一个磁盘空间占满了 是指 是指什么占满呢 两种方式 你看 各位DF-H 是看什么占满 是看的是什么东西 Block Block B-L-O-C-K 对不对 那么 DF-I 当然H是个打加油的啊 H只是特别回来显示 它的那个啥 就是 约粹的DF 只是看的是什么 block的使用情况 而DF-I 呢 看的是 iLoad的使用情况 每个分区 我正想说了是 无论 是iLoad占满 还是 block占满 我们都认为 空间满了 是这样的吧 但是你要说细点的话也能说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文件都会分一个unload 当然如果这个文件呢 已经有了unload呢 那就不用分了吧 是不是 我们就写它的数据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你懂吗 那换句话说 我现在写一个循环 建立上万个或者几十万个空文件 明白 那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反正也不犯法 这是虚拟机是吧 这虚拟机是不是 我是在虚拟机里面看到吗 我在虚拟机里面 这边呢 这没有这个命令 因为没有装 装了 我不是在虚拟里面看到吗 我是在真实的实验里面 这边你进入盗梦空间第一层 还可以 虚拟化能支持虚拟化千套 你可进入到虚拟化第二层 我跟你说了 你们现在在听课对吧 很认真是不是 其实你们在做梦 你们根本就没有在这听课 你们只是在做梦 梦见自己在这听课 有可能吗 其实也有可能 你们是在做梦 梦见自己在做梦的在听课 我自己也说明白了 反正是啊 我不知道 说哪了 我们要开开 同志们 这个boot还有多少兆空间 366啊 但是这个boot还有多少个 i load的呀 好 我就建这么多文件好吗 我在boot下 为了好整的话 我整一个文件夹 怕一会儿太乱了啊 然后我在这里面写个小循环 for i in 别管那么多啊 一点点 这个数字 do touch 在哪 boot下 dia1下键 file dollar i 就是file1 file2 file3 file4 down 然后我们就大家等待一会儿 好吧 这个应该是成功的 因为 因为刚好 这这这么的慢呀 各时百千万十万 我说你建议老公 我忘眼了 哈哈 冒不冒 还我什么事 就一个cpu 这不是cpu的问题 本来就慢 磁盘也跟磁盘也关系 空文件也要 空文件不占磁盘吗 空文件是不是要写i load 首先会 他是不是会去搜位图 找到空语的i load 然后是不是该分享i load 然后再写i load 我这是什么意思 这这这这这这这 这等不下来了 这个 有时候不要心急 慢一点就可以解决问题 你少喝点水就行了 上什么厕所呀 上我课少喝水 不用特别促进学习循环 去吧 你看这这这这创建不完了 这个看 想做个做个时间 你看这么痛苦 我连到我连我连过去看 你看那个机器什么 什么情况 192168多少 12.27是吗 一帕啊 猜啊 我都不想演示的这个这个东西 都一半在等等是吗 哎我教你们个命令啊 他们上次我走了 我教你们好吧 这个命令是不是回车以后只有一次啊 我们有一些命令可以这样做 手动敲很麻烦 watch 杠恩给他个间隔一秒钟让他敲一下这个命令 然后后面呢 加一个间隔一秒钟 可以 当然可以 0.25秒钟 这么写也可以好吧 然后他干嘛呢 标准的做法应该把后面的命令引起来 标准做法 否则的话遇到管道的话会报错 但是不引的话了 因为这个命令没有管道 所以实际上赢不赢 都成 看到吗 啊 0.5秒 我少写了一个零好吧 哎 任何命令都 任何查看命令都可以这么干啊 我可以让他一秒钟看一次LS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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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不一样吧 这个 我这 这至少心里舒服一点 你看 看着他变少 就是你家里的钱 再变少 但是 这个在变多 你的花销在变多 是不是 这个还是挺有感觉的 个十百千万 我们0.5秒钟看一次 可以再 再再 再疯狂一点 好吗 在 0.1秒钟看一次 这个多好 多好 是不是 就看这种效果好一点 这 马上就要结束 我们等到 一百的时候 看这边怎么死啊 应该是没穿进去 那么多 可能是满了 没有足够的空间 好悲哀啊 0了 现在 现在很痛苦的是什么 啊 touch 在 布的下面 再穿一个 CC No Low Spice Left Arm Driver 在这个设备上 没有足够的空间 车里面刚走的时候 我们该讲了个秘密 以后谁上厕所 可以上 但是我们要讲一个 没讲过的秘密 但是你们有视频回顾 不怕 好 我问大家 但是你注意看 这个分区也没有用完啊 这好多人说 明明还有什么 两百三 三十二兆 或者明明还有十个G 怎么用不了呢 没有什么明明的 因为I load占光 也占光 不占光 也是光 但现在我问一个问题 能不能够把数据 写到一个老文件里面去啊 因为它不用再分 因为它不用再分什么 哪呢 可以啊 但接下来会让你 遇到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个案例 我让你英文阅读 你们也没阅 接下来什么事呢 想删除 大家有时候我说删DA1 如果删DA1 那可是很快的 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打算 或者也根本没办法把一个目录删掉 因为目录下有些文件 我们不能删的 我们现在可能要删除 File 新 明白吗 我们加一个统计 任何命令在执行的时候都可以加一个time 来统计它的整个所花的时间 我说的是任何命令 OK 很快 不是很快 不是很快 是根本就删不了 看到吗 他说参数太长了 我让你们英文阅读 根本就没阅 看来是 如果阅读过的话就知道 我这个错误是 上面有提示过的 你们这些人啊 英文阅读 这个材料给你们准备好了 没去阅啊 这怪谁呀 一想考你们英文 第二呢 Fast 是吧 Method 快速的去删除一些Links文件 你看他这边呢 有一个下面有例子 看到吗 按照这个删法 按照这个删法会怎么样 参数列表 干哪去了 现在蒙了没了 参数列表太长了 是不是 所以可以这样删 可以这样删 用其他的方法删 或者用其他方法删 或者用其他方法删 好多种方法 你选一款 是适合你的就可以了 好 我们找简单的 Find吧 找到这里面的文件 类型是文件的 或者怎么着 这个Find还没有讲过 别着急 因为参数太长了 实际上是个事了 对不对 Find 找找BOOT下面 DIN下面 下面什么 然后名字是 我要画一个 是Find 新的 是吧 杠 一个杠 好吧 哪有两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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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 估多少了 现在反正是 感觉有30秒了吧 随便你 挨挨多少 挨多少 挨多少 毕竟是什么 少 同学们你们能不能再下去 把这个文件 把这个看一看吗 把我刚给你分享的文档 看一看吗 天哪 你们要是不看的话 你们就走上那个 贝特老路 什么路 RM 删不掉 好吧 参数太长 好 这个我大概扩展了一下知识 我想说说明的就是 RLO的站满 一样是什么 站满 你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不知道 整个 ERT4 或者XFS的这种 结构 没有吗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这几种 文件系统的结构